为68天之后 昨天本土再加零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了 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对于再度出现了清零 指挥官陈时中说 这是传播链陆续控制得宜才有的成果 他可以高兴几天 好但是境外一入则是有82例 这个数字是从1月13号以来的新高 陈时中对此强调了后续的松绑措施 其实不是看确诊数 而是看入境之后的管理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不戴口罩呢 他说实际还没到 真是好消息 本土疫情趋缓 10号终于在线零确诊 距离上次本土加零 已经是今年元旦 2号有境外一入改列本土个案 3号投机清洁副确诊 引发疫情连环报 距离3月10号再次加零 已经相隔68天 可以让大家高兴一天 但是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 确确实实把疫情控制住 目前本土三条不明传播链 包含宜兰境外一入家庭 监测至11号 新被火锅染链监测期到12号 两岸近两天就能结案 只剩南部旅游团染链 监测期到21号 而9号新增的境外一入个案 应急除湿 原本占链境外 但它的CT值从27上升到30 N count以阳性 指挥中心认为 在防疫旅馆感染几率比较低 比较不像是在防疫旅馆当中感染 有可能是在境外就已经感染 国内疫情看似稳定可控 从去年5月11号升二级警戒后 5月19号又升三级 7月27号后降为二级 今年3月1号开始经济防疫新模式 将近10个月外出戴口罩措施 仍未放宽 究竟何时能恢复正常生活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还是尽量戴 口罩要松绑 也是有机会 这个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期 专专认为本土在线加龄 是好的征兆 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想要完全解除口罩禁令 恐怕还要再等等 这样是曹招人台北采访不到 边境已经逐步解封了 国内12岁以下的儿童 都未接种疫苗 现在可能会面临到的 就是染疫的风险 12到18岁 虽然已经施打两剂的BNT疫苗 但是有不少青少年 饱受心肌炎等副作用的影响 因此也让家长期待 开放副作用比较少的高端疫苗 让青少年来接种 好 至于台大医院小儿科 感染科医师李炳已说了 高端早就已经申请了 12到18岁接种的紧急授权 食药署已不能够二次桥接 作为理由挡了下来 第26期的疫苗预约率 只有13.5% 打气很低迷 但是医师强调了 打第三剂真的不能够拖 因为国外的研究 打两剂疫苗 在两个月之后的保护力 只剩下一半 打满第三剂 染疫的住院率 能够降到只剩下1.9% 疫苗接种站出现排队人龙 从3月10号起 65岁以上长辈 打疫苗就从500元里劝 高雄桃园还夹着200元和米 自己打气 学者提醒打疫苗不能拖 台大公卫根据英国研究分析 打两剂 无论是AZ BNT或是莫德纳 两个月后保护力恐惠减半 而目恐病毒肆虐 尤其长辈至少要打三剂 才有防护效果 在两到三个月之内有保护 而且还有50%的保护力 这样的一个时效 随着台湾边境解封 医师们分别以日本香港为例 学家林士必分享 日本冲绳统计住院率 40到59岁 未接种高达5.4% 打三剂仅1.9% 60到79岁 未接种者住院率 飙升到近20% 打三剂住院率不到5% 他表示打越多剂 确诊后住院的几率越低 医师苏伊丰也分析 香港累计2656人死亡 其中未打疫苗的人 死亡率增30倍 在三剂覆盖七八成以上 不要有太多的长者 后来也转成重症 医院会人满为患 不过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全国第三季覆盖率 截至3月9号 尚未达50%目标 且第26期 截至3月10号下午1点 预约率仅13.51% 比上一期还要低 1922的平台 我们现在也在评估 是不是再需要用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平台 也有专家认为 高风险族群道府接种 成效不张 即便接种管道多元 人应持续宣导 才能冲高打气 这就听讲 想于SNG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